如何不再费力讨好他人 学会真正爱自己 追求内心平静 生活中 人际关系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一部分 我们与亲人 朋友 同事 伴侣和陌生人互动 时而取悦 时而求认可 然而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 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人 他们似乎无法或不愿欣赏我们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的讨好他们 这种时候 我们需要停下来 反思自己的行为 思考是否值得为那些 不在乎我们的人而努力 在下面 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关键要点 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 避免不必要的讨好 以及在真正的感情中 找到内心的平静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观点 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 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一 不要讨好那些不在乎你的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一些对我们产生 强烈的吸引力 而另一些则似乎对我们漠不关心 尽管有人会倾向于通过不断讨好他们 来争取那些漠不关心的人的注意 但这样的努力 通常不会带来长期的亲密关系 感情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是不可能被迫出现或通过努力而获得的 事实上 不断讨好他人 可能导致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似和谐 但却空有其表 真正的感情关系 不是基于人为努力的 而是建立在自然的共鸣之上 人们会相互吸引 因为他们的性格 兴趣和价值观之间存在共鸣 这种共鸣是无法通过讨好来制造的 因此 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讨好那些不在乎你的人 因为这种行为很可能不会得到你期望的回应 二 不要被不值得讨好的人影响情绪 生活中 我们很容易受到不值得讨好的人的严行影响 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扰 焦虑或沮丧 然而 重要的是要明白 我们的情感和幸福 不应该取决于那些不在乎或不值得我们讨好的人 人生是短暂的 为什么要让这些人影响我们的心情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情感和幸福负责 而不是依赖其他人的认可或喜欢 如果我们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 尤其是那些不值得我们讨好的人 我们可能会在情感上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 不要让这些人的言行左右你的情绪 而要坚定的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自尊 三 在真正的感情中 不需要刻意讨好在真正的感情中 我们不需要通过刻意讨好对方来赢得他们的喜欢 真正的感情是建立在互相理解 尊重和共鸣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为了讨好对方 而做出不真实的表现 那最终只会导致关系的疏远和失望 真正的感情是基于自然流动的互动 它不需要人为的努力 当两个人彼此吸引 互相理解和支持时 感情会自然而然的增强 因此 我们应该学会先爱自己 不要让自己陷入刻意讨好他人的陷阱 当我们真正爱自己 并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时 才能吸引到那些真正欣赏我们的人 建立起真正的感情 在生活中 不断讨好他人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疲惫和失望 因此 要学会选择那些值得我们的努力和感情的人 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 在那些不在乎你的人身上 同时 要记住 情感不应该依赖他人的认可或喜欢 而应该从内心自己建立 最终 真正的感情不需要刻意讨好 而是建立在真诚和共鸣的基础上 只有当我们学会爱自己 并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时 才能吸引到那些真正欣赏我们的人 建立起真正的感情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